所以前面應該還有一張牌 可能兩張思想竊取 或是 或是帶一張廢倫 應該是思想竊取或是廢倫 帶兩廢 兩廢已經有五張了 兩廢這樣子感覺很容易穿 你可以考慮帶肉身 我覺得有沒有握金強度還差蠻多 因為握金應該算一張解牌 握金算是一個 比較奇怪的王牌獵人 姑且這樣講 不過不帶握金也是可以運作的 只是比較弱一點 所以我們可以 我們帶一張肉身 或帶兩張 是應該帶一張就好 或是我們帶一張 上看 這樣 還有什麼可以帶 可以帶巡星者 百分之百戳 我們帶一張巡星者 來吧 伊麗絲巡星者 巡星者我可以分析給你們聽 巡星者的好處是他體質不算太差 算是正常 稍差啦 因為 理論上要進購主的話他應該還要再帶個嘲諷才會跟神經一樣 那他的優勢點是在於 他提供了你這副牌 這副牌另一種獲勝方式 就是 金猴子之後然後 莫名其妙贏了 然後 他跟入障 算是有搭配 就假設你 遇快攻 不得已要入障一個四費手下 巡星者可以把你入障那張低費手下賺成高費手下 然後他的壞處 好處就到這裡 就是他給你另一種方法贏 壞處呢 壞處就是 如果說金猴子藏寶圖 現在金猴子藏寶圖是兩費 然後抽一張牌 然後是一個法術 第一點是金猴子 你要先 先出這張然後抽到金猴子藏寶圖 然後再抽到金猴子 出了金猴子之後才會把你所有牌都換成傳說牌 傳說手下 然後這樣子 第一個壞處是傳說手下有些傳說手下很粗 然後第二件事是你所有的 法術牌各種ALE全部都會不復存在全部變手下 然後第三點是 金猴子你要先抽到金猴子藏寶圖再出金猴子才會有這個效果 然後通常這會 幾乎拖到疲勞才會發生 然後 基本上你要先附兩顆水晶來做這件事 因為你要先附兩顆水晶來再抽一張牌 所以等於是說 在這之前的某一個TUN你就先投這兩顆水晶然後耍一個大憨 喔不知道做什麼事情然後插一張牌到你的牌庫裡面 然後就 喔 抽一張牌這樣 可是你原先如果不做這件事 就是你不塞這張牌 進來的話 你就不用多付兩顆水晶抽那張牌 因為金猴子藏寶圖基本上什麼事都不會做 就那一回合當下 除非你神賽就是 金猴子藏寶圖然後再神抽一個 神抽金猴子這樣 金猴子是一個四費六六嘲諷然後會把 手上的牌跟牌子裡面的牌全部都變成傳說牌 這副這樣應該會蠻有趣的 我們在天地上面隨便跑跑看 我截取一下 動作 我截取一下 卡八 等一下 我沒放卡八嗎 當然真的沒放卡八 真的沒放卡八 這樣到底要把誰踢出去啊 卡八 一張發目記好了 卡八要放幾張呢 卡八是不是應該放兩張 我先跑一張卡八看看 其實跑卡八 放卡八不放那個 不放這幾感覺蠻可惜的 不過先這樣跑跑看 不著急不著急 卡八應該也是一張兩張都可以 我現在這一副是 應該對快攻比較強一點 等一下喔 重啟一下 卡 那個路斯 有時候不能截取 就是 牌組追蹤器如果截取不了 構築的話 你就重開牌組追蹤器再重開一個 強化英雄能力的喔 暫時不考慮 暫時不考慮 好像不會放那張 看來你又有新的冒險故事可以分享喔 主要是水晶的問題 因為 你帶兩張神聖星星跟兩張霧障 基本上六費就爆炸了 我 話說這打得贏控制嗎 我有點懷疑這打不打贏控制戰 理論上應該打不贏控制戰 只是現在控制戰也不強 也不是應該說不強勢 不 他不鳥我算不理他 我們先打一場小組看看 廢倫祝福啊 廢倫祝福不錯啊 只是真的沒有位置 等一下我怎麼選到格魯伊啊 廢倫祝福大概也是放一張 叫做魅菊可是玩的卻是沙滿 只有一張神聖星星而已 OK 恨恨 讚讚 1、2、1、2、3、4、5、6、8 1、2、3、4 不對1、2、3、4、5、6、7 不知道我到底怎麼說 1、2、3、4、對 Cute OK 他超載多少啊 他沒有超載 援霸著 我 沒消 不要電我臉 我只求不要電我臉 呃 其實我想要這隻死掉了 因為我想要治療 然後曹光應該是必放 他是有可能大地震擊 呃 熔岩 熔岩震擊 熔岩爆發 然後 實化武器那我就趴了 不過機率相對來說比較低 當真大地震擊 閃電線 閃電線到底 OK 所以他如果出一個 出一個兩攻的手下號就把他攻過來 掰 三攻 嗯 9D 所以假設是一張實化武器 是10 兩張實化武器是12 兩張實化武器感覺是必輸 什麼 沒什麼好TC 沒有什麼好偷 嗯 我覺得還是要治療 我下出來戰場就好 搞不好應該入葬他的那張蒼岩龍 可入葬蒼岩龍應該也太慢了 看他會不會解我這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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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手還蠻好的 因為這樣我剛好可以測一下 這套到底看不看快攻 欸他帶兩張燦爛嗎 那我應該入葬這一張 OK 他要解手下號 我可能會拿到一張嘲諷 對吧 我唯一的一張嘲諷其實是 肚肚怪怪 所以搞不好應該再多放一些 再放一張肚肚嗎 搞不好應該再放一張肚肚 我想一下 搞不好應該很耐用 還是應該選抽牌 其實這樣感覺擋不住 擋不住快攻 所以他們才會放快速的治療 對手 這樣蠻怕AOE的 不要法傷 我要這個嘲諷 我要這個嘲諷 OK 會不會 怎麼會有這個 好 你怎麼會有這個 做人 好 好 對我 好 快點 不過 我 感覺是死定了 感覺是死定了 等一下這順序不太對啊 風雷嗎 那順序我完全錯誤啊 聽從命 不好意思,數學不好 呵呵呵呵 好抖喔 他如果沒有帶 他如果不是比較慢的 比較慢的那個臉扫的話應該會輸 從這裡可以看得出來為什麼要帶快速治療 這問題是我天梯預約到那麼多臉扫嗎 安杜茵,對上,索爾 為了末日錘 尚光會帶來勝利 等一下不要提了 待會再開一個小時 上級不錯 上級不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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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套AE是什麼概念 好像可以打快勾 這有錯覺嗎 這最後一張還 搞不好還是應該拿來清場 喔 解掉了 沒有解掉 他為什麼不解啊 完全做錯覺會治療到他 不過我本來就應該要治療到臉 嗯 哇喔 再見的時候 再狼起 熟效嗎 而且這隻 怪 這是自用抽牌機 就我會留這隻治療圖騰下來 然後如果他翻到 翻到什麼圖騰 法傷嗎 翻到法傷搞不好我就會 讓他法傷圖騰活著 然後 他就會 我就會敲他 每人就敲法傷圖騰一下 然後他就會治療 然後我就抽牌 嗯 嗯 嗯 OK 喔 洛神戰 呵呵呵 嗯 挑三費應該不錯 喔 死魚剩 不錯不錯 沒有錢幣 末日即將來臨 應該痛掉吧 所以我其實進攻超多 一概念 我 他要怎麼解這張啊 聖鳥說 好奇奈配聖鳥哦 他要硬結這張吧 前來爆到 他竟然不贏姐在講 對 火戰像觸發下人再出一秒也可以 因為這神星的印象會打 會 會讓我 會打到我手下 呵呵 我只有一張 8而已 他已經噴掉一張疑似中人了 他名就已經噴掉一張疑似中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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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歡我嗎 我嗎 噢 幹 不 我的卡巴 所以我應該入葬他的下一張 我應該入葬他下一張疑似隊長 零座右 咳咳 啊 你看 吃了這一隻 準備接種 終極測試 登登登 好像會放這層 好啦好啦 這張給你 算你厲害 誰受了傷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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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咬命 沒有技術咬命 沒有技術咬命 金猴子 等一下這什麼鬼東西 這超爛 可是我應該要等 我不知道欸 什麼時候要說金猴子啊 應該不是現在就對了 總而言之不是現在 應該不是現在啊 應該不是現在 他都快疲勞了 然後剛剛那個是魔力預言者跟 莊園手靈的combo 超強 我想要路上這一集 可是我沒有第二張路上 嘖 沒什麼辦法嗎 好像也沒什麼辦法 靠路機 我要考慮一下 他已經有一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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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所以我剛剛其實應該下了一張 因為他牌量已經太少了 現在我看不見到 好